接下去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讲到耶稣的名义系列 第五个系列 还没有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呢 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穷人啊 他经济很糟糕 很穷的时候呢 想到很多方法都没有人去理他 结果他就想到一个很疯狂的方法 就是写一封信给上帝求救 然后希望上帝能够支出他一百块 让他不破难关 然后就把这个封信就放在那个邮箱里面 那么好心的邮差 就看到这个穷人很可怜 看到他拿到这个封信 就自讨腰包给他五十块 然后又把它管及到他的家 然后没多久呢 邮差又收到同样这个穷人 寄给上帝的信 然后邮差打开里面的内容 他这样写着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帮我渡过难关 我不是想抱怨 但请您下一次送钱来的时候 别经过邮差 他们抽我的佣金实在太贵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这故事有时候我们帮助人啊 那个人不懂得感人的时候啊 他不会看好的方面 他反正觉得哎 你帮助他 你是帮到吗 在帮助人这里要有智慧 是吗 犹差是个好人 别往不要天望成坏人啊 感谢主 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意 耶稣的名 耶稣名字的威力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马太福音第28章 这里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看这里的经文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 好不好一起读啊 一二三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护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Amen 我们做了祷告 父神啊 请你打开 你可以让人们窗口门户 导致上你的马纳 得失你的马纳 最最贴切的马纳 不多也不少来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灵命可以成长 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 好叫我们能够信尽你更多 好叫我们能够对你的信心 再一次的被招光起来 结束啊 把以达世间恩高讲台 恩高的徒人 然后我划出了你一句话 都能够造就你的儿女 感谢咱们你 有此告红耶稣的名 Amen OK 跟明天都会说 我们以前的系列 从第一个系列到第五个系列到今天 我一直强调 耶稣的名字重要 耶稣的名字所带来的威力 今天耶稣在十天之前 说过一句话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但是耶稣没有同在那里 OK 拜拜 好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们自己保证了 我就回去了 他没有 他接下来马上第十九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此外民主要门头 医生说这个权柄没有留在耶稣身上 没有耶稣把这个权柄带回到天上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英文是Go ye therefore Go ye therefore 就是说 不是停留在不了 这个是 你不能读十八节就停下来的 因为我们读圣经是那些把圣经的抬起来 把它变成一节一节 其实这个是没有分开的 是一句过来的 天上 地下 所有钱都吃给我 所以 我去 所以 兄姐妹全病在耶稣身上 而不是在耶稣身上 全病也交了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讲 耶稣是掌权者 一二半 耶稣是掌权者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其实第一章是八节说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活 现在又活了 死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天平的钥匙 阿们 圣经到底怎么说呢 耶稣在复活之后 曾经显现给使徒约翰看 在八卧道的时候 显现给他说 就对他讲这句话 我曾死过了 我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远 并且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钥匙 他的言文一直以为是全病 所以全病跟钥匙是同等的 一样一样 你有 一个拿所思的人 就是代表一个有全病的人 等下我会继续讲大声 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谁 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满身或是病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要面对死亡 我们常常华人常讲 哎呀不要紧了 我们死了一了白了 死了真的一了白了吗 未必死了一了白了的 原来我 我不久前 当然这不是我经历的故事 但是我看到一个 不是看西洋 看桃桃 有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他死过后 他整个家人都 哇 这边那边哭啊 哭啊 这边先伤心 突然间 在他们在这个 伤心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进来 他说这是我的丈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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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闹剧啊 就闹到法庭上 怎么会一个丈夫有两个 两个妻子 而且两个都是有牵制和法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性光 我怕他比较露 意思说 意思说什么呢 死了不是一了白了的 死了之后 你看 看这个故事 死了之后 还有很多的后续发生 才发现到很多天大的病 原来是男人啊 有两个老婆 死了 不死 一死啊 不能一秒太好 如果今天我们很久 如果我们不死的话 我每天每一个月都在赚一千块一千块 我不死啊 我能活到两百岁三百岁 我最少 我在一百岁以后 如果一百岁不能在五百岁以后 五百岁不能在一千岁以后 我可能也成为老百万俗 因为我不用死啊 对吗 问题是人类要面对死的 如果现在我很有病 我满身都是癌症 我可以找医生打TMO 吃药 疗程 什么样子 就是因为我不会死 我继续医 继续医 有一天 有医学发达 找到药 药领 死到我这个癌症不会死 我问题是不会死的 问题是 病不是最可怕 球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是人类 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死的 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对着约翰说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基督讲的很简单 整个世界上所有宗教 唯一基督教 唯一基督的信仰 跟其他人的信仰不一样 就是耶稣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Darkton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南东复活了 我们没有听到其他什么神复活了 摩罕默德复活了 唯一耶稣复活了 也唯一在Galander里面 你能看到耶稣复活节 在过去两千年来以来 很多人去找很多的证据 找很多的方法去证明耶稣死了 从来没有复活 都不能成功 你今天去找佛陀 他的遗体已经没有了 可是他有设立子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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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身体已经上漏 变成 他因为得到 成佛了 可以有设立子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设立子 他能够佛教所信仰 证明什么呢 设立子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这位佛陀先生死了 但是今天我们唯一能够荣耀 能够感到自豪 能够感到骄傲 耶稣死了 今天你去到佛陀的粉墓里面 你看的那个粉墓是空的 当然还有一些伦敦的伦敦的那个博物馆 把他的果固收藏得很好 然后来展示 证明耶稣死了 剩下那个果固 然后他很值钱 帮他收一下博物业里面 但是事实上耶稣复活了 没有人 非常没有人类 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编导这个事实 耶稣复活的事实 那我们回到来讲 要死很重要 耶稣是掌权者 为什么他说 我说耶稣掌权者 因为拿着要死的人是有权柄的 阿们 为什么一个人拥有要死 表示他有能力打开和锁住的能力 但是有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个奥秘 他不知道他们身上有多少的权柄和能力 当我把我家里的钥匙给Nancy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 意味说他可以享有我这把我家里的钥匙所带来的威力 当他去我家的话 不用说 不用拿着锁住进入我的家 不用说 牧师我可以坐你的sofa一下吗 我可以打开你的冰厨拿水喝一下吗 我可以用你的厕所一下吗 或者种种 我可以用你的洗衣机一下吗 不用 因为我交钥匙给你 就代表你有这个权力 你有这个权力使用这个钥匙 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妹妹 你有这把钥匙 耶稣已经把这把钥匙交给你了 耶稣今天把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 钥匙交给你的 但是我们 虽然我们说 不要 我明白 我知道这个钥匙在我身上 可是很多基督徒 还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 很多基督徒 有这个钥匙 很多人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 或捆锁 难怪他们过着一个很可怜自己的生活 面对很多问题 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呢 今天我再一次给你们 再一次鼓励你 引语分享 你有这把钥匙 这钥匙能够给你打开 就是释放 这钥匙能够给你捆绑锁住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 你是授权的大家 一二半 把阿波一起来读啊 信的人必有神祭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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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 十方言 赵匙能打折 若何喉悟 也被� petite你摊 摇安病人 并让救命第一 使用救命�민 耶稣讲的很清楚的明白很直白的告诉你 信的会有神迹去的条例 不是基督徒感谢神道 问题是你信吗 你相信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或者还是你到处去找神迹 哇那里有那个牧师很厉害 哇那天天都被人家会很很很黑很灵烈 我要去一下 那就糟糕了 不是神迹奇事谁跟你 你随着神迹奇事到处 神迹讲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 大家讲安慰 说信方言 守仁大舌 他的毒物 守暗病人 这些你都能说 当然你说阿不是啊 那么我可以回去拿 那个除草的 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说 那个你的家里的草 要把杀虫器 杀虫器拿来喝掉 我喝又不会死了 因为牧师讲的 圣经讲的 别那么傻了 别冒险 不要不可识探上帝 也没有叫你去 故意去找蛇来捉 诶 这边有两只蛇去捉 一只脸金蛇 我不会死 不会死的 当然也没有这样做 但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上帝 我前一次啊 我 我人生当中我什么都怕 天不怕 一怕我就怕蛇 啊 但是我 对了 有两只我遇到很特别的经历 而我家都在城市 市中 市中 应该不是靠那 靠山的地方 应该是不会有蛇的 有一天 我在半夜 所以我听到我的车口 平平平平的声音 那个肥皂掉下来 我以为 哇 这只老鼠本来还蛮大的包 这肥皂 不容易 我就好了 反正我半夜停了 我就小便 我顺便把那个肥皂开灯 把肥皂放回来 因为 那时候我看起来 竟然有一条 虽然不长 大概也有两只 两只这么长的车 卷在我的那个 那个厕所的窗那边 当场我就吓到白一点 我都不知道 我忘记我可以打那一弯 我叫那个 那个人来 来坐车 我吓到我什么 如果我继续睡下去 我都睡不着了 我一直看着 他跑进我 跟我一起 从床 怎么办 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 奉医书的名 我命令你离开 这时候好像会听我讲话这样 他就也很平安 很安静的 从那个窗口 爬走了 但是我也不敢睡 我去台湾医书回来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 哥 我要请你加飞 因为你有事 这是一次经历 然后 教会 可能我们的母堂 因为我们母堂 前面有一条 一条河 有河的地方一定有事的 然后 你也知道我们母堂 有做幼儿园 对吗 有一次他也经历看见了 他们在说 哦 这是什么 他们都讲 有蛇 有蛇 他也不管 其实我也怕蛇 但是我是牧师 大家都怕 我们连我也怕 我们就很糟糕了 我就走过去 其实 他好像类似的是 有毒的蛇 但是我也不敢去坐他 因为我不懂得坐蛇 我就 他们说 赶快拿滚水 拿滚水 去烫他 好了 我去拿滚水 越烫他越跑 更深进去 跑到我的 那个baby room 婴儿死活 超高的 如果把这个蛇抓出来 关于婴儿 的baby被咬到 我就是 白膿了 我就把那整个baby room 的东西搬走 然后我说 主啊 你要帮救我 是我刚前钻盘 我就外面拿一个红钻 我就 天真正 向着他 这样 递过去 好啦 按电子我压到他 马上用我90斤的身体 嘖嘖嘖 真的是 吃得很长 然后我就把它清理掉了 当你遇到 不是故意叫你去坐蛇 也不故意叫你去拿蛇 但是你遇到这个 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上帝会给你 全品和能力 也给你 直到很清楚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 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 上面 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三个世界 必须听说 第一 天上的天子 大家讲 天上的天子 天上的天子 第二 地上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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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的魔鬼 地狱的魔鬼 他们必须服从耶稣的名 而我们就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阿妹 耶稣的名属于我们的 大家讲 耶稣的名属于我的 耶稣的名属于我的 因为我是受权者 因为我是受权者 教会也不用有人一直被 被魔鬼 撒旦魔鬼啊 都被砍鬼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初期教会 就够了啦 不不不 这些超自然的神迹 发生当我们奉主的名 这些神迹跟随相信的人 感谢主 耶稣的名 今天属于我们 耶稣的名 有拯救 不仅有拯救 耶稣的名也包含 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尊贵 所有的荣耀 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从也没有再次的鼓励你 如果你信耶稣 你不常用主耶稣的名 也不懂得使用耶稣的名 你就不要说你为什么你 那么多的问题 因为你可以用耶稣的名 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名 名字代表一个人 在这个名啊 在耶稣的时代有两个含义 第一名代表某人的本身 赞美耶稣的名 你就是赞美耶稣本身 爱耶稣的名 你就是爱耶稣自己 令耶稣的名受到羞辱 也就是羞辱耶稣他本身 认识神 认识神就是认识他的名字 所代表一切 明白神的名 就是见到神自己 耶稣的名代表我们 从圣经中和个人的体验中 所认识的他 这包括你能体验到他的大人 你能体验到耶稣的爱 你能体会到耶稣的怜悯 他憎恨罪 他生结等等 此外 也包括我们对他 永恒的荣耀的认识 他的创造 他道成肉身 他为救赎所献上的 他的复活和他的灾害 第二 名代表本人的参 积极参与 对初期教会 初期进度的元 奉主的名居位 就代表耶稣亲身 在我们当中 今天任何如此 今天我们没有把一个像在这里 让我们来朝拜 我们没有耶稣的照片 也给我们朝拜 为什么 我们相信奉主的名 具体在一起的时候 主就在我们当中 Amen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是起源于 你对神的信心和信仰 OK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 接下来我要介绍你一个人 这个人 英文叫做 sing with the words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译为 史密斯威克斯威尔 他是一个英国人 在他服事的一生里面 曾经叫死人复活 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 曾经被他死 叫他从子里复活 里面 就是 就死了 被叫复活 他的信心的影响了 顾永康 也影响了 也影响了这个 三瑞儿 就是 Seren 还有其他很多 的牧师包括影响过 但 史密斯. 其实多岁后 他每日坚持会一会 十 Buek 摄影 一对一的交通 他从不看任何的杂志 报紙和珍失的电视节目 并且他都读经 布告的时间 不超过半个小时 就年半个小时 他就会读经 祷告 他喜欢重复去读经 一个小时 祷告一个小时 随身携带 项粉der圣主 我要跟你讲 他其中有一次 他是这样的 有一次 这个 威格斯威尔先生 去一个威尔 是威尔斯的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彩西的地方 然后 他要去为 那个彩西的公徒来祷告 这个彩西的公徒 名字叫拉法鲁 因为他自业操劳过渡 就来犯了 废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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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就一定 不起 过定六年 然后呢 这个 向前去为他祷告 可是在没有去外祷告之前 很多人已经为他 祷告了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矿场他不断向传福音 他认为上天没有医治他 因为 因此而伤心 肆意而失智 就躺在传道路面 他会从上天没有医治他 好了 这个 史密克斯就到他的家里面 就找七个人 跟他一起为拉哈鲁来祷告 他们 就牵着拉哈鲁的手 围着眼圈 一直 一直 一直祷告 他们就说 威哥尔就说 我们不要祷告了 祷告够了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用耶稣的名 然后他们就 全力围在一起 然后归着阿斯巴 他们就归着祷告 他们就归着祷告 他们就归着祷告之后呢 一直归着 归着眼圈 一直喊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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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字 然后呢 突然间上帝的能力临到他们当中 一共有五次 神的能力降临每当他们喊着耶稣的名 躺在床上的人仍然不动 第六次 神的能力直接临到那个路上 拉哈鲁就是那个病人 仍然不动 威哥尔斯跟他说 神的能力就在这里 那就要看你接不接受 然后 那个人就 开口说 说 我的心充满苦涂 我知道我让圣灵担忧了 我现在很无助 我举不起我的手 连拿汤匙的能力也没有 然后 Smitwood先生就对他说 悔改 神必须你的祷告 于是那个人便悔改喊出 神啊 让我成为你的荣耀吧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就充满他 威哥尔斯跟其他的人一起 继续地喊着耶稣的名 他看到整个床都在战斗 连那个人啊 病人也在战斗 然后呢 威哥尔斯就吩咐他 你现在可以下床了 走下楼下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 我不会 我不会服你 然后拉撒路就坐起来 换上衣服 走下楼下 他没走一步 Smitwood和其他人 一直喊着 在称赞赞耶稣的名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Praise the name of Jesus 赞赞耶稣的名 赞耶稣的名 赞耶稣的名 然后 威哥尔斯就对他说 你去告诉别人 神在你身上做事 拉撒路走在街上 大声呼喊 说 耶稣拯救我 耶稣拯救我 凡人是他的人 知道他已经抗床 右脸的人 知道他被上帝一致走在街上 都纷纷来 相信耶稣 信仰耶稣 信仰耶稣 我要跟你讲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遇到很多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死亡 死亡不一定是 真的躺在床上 或者躺在棺材里面 你的死亡 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必须要敢敢的 来向耶稣求救 不要再祷告了 祷告多 使能够 那你不要为牧师 牧师福利 或者不祷告 牧师要牧师 祷告多 会产生很多的产生 有时候行动 行动会好一点 对啊 我们上有句话 计话不如变话 变话不如一句话 有时候一句话会好多 或你 你讨你怎样的计话 还是怎么样 讨去喊 不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患性 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问题 奉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病 喊耶稣的名字 把它完全的解决掉 我再讲一次 再临人见证 我就要结束我的讲法 我从两次认识我一个牧师 我今天我还是很尊敬这个牧师 因为我跟着他13年 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 我也看到他怎么样去做很多的痕迹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时候我才16岁吧 15、16岁 那时候才16岁 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家庭 去到一个印度的家庭 印度人的家庭 一个那个妇女大概是80岁 已经躺在床上 那印度人呢 那没有信念书 他们死的时候 一定要放四天的 要放在那个家里四天 然后呢 我们去的时候 他的妇女已经死了 第四天 然后我牧师就叫他的家人一起来 然后我也站在旁边 然后牧师就跟那个家人说 如果你们整家的信念书 上帝一定会是床间 你的太太一定会是我 然后他们几个印度人呢 家人一起家人一起去台 家很容易 讲讲讲讲 然后他们也意思是 要谈的内容说 我们假假是耶稣啦 如果能够好的 我们就OK啦 如果不好的话也无妨嘛 但是我们也不傻嘛 我们也带一个印度的病宗过去 知道他们讲 不能要信就真真的信 不能假假的信 暂时信的 一定要真的相信 好了 他们就看第二次的会议 这样一会 好 如果耶稣能够抑制我 能够叫我的那个太太活过来 我就整家的信念书 我看着我牧师 就是把那个病床的女人 然后把他做出来 靠着墙壁 创墙壁 封业树的名 这是圣灵感动啊 掉鞋啊 那些人在创的时候 你就被人警察出 封业树的墙壁 把那个死人已经死了 不是很大力的 就抓住他 因为他很怕 他还是扯脱了 他那是小智灵 受到很不行 封业树的灵 第二次 第三次 封业树的人 他的墨跌起来看 就是下班人被看见 啊 那又包起来 然后就 就让他说出来 这个人 封业能够做 能够起来 其他这个甘树 那个 他的家是在佛教园 人佛教园 有很多印度人 整个甘树的人 都来看 没关 看上帝在做什么 这个太太80岁 14天 活过来 然后 我们说 她四天没有睡 没有人睡觉 四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赶快给她吃东西 要不然她也没有 就跟 活了 她也有力气走路 那么她就泡麦果给她喝 喝喝 这样一口三口 然后就带着她 走来走去 给真理事 给大家看 这个人 耶稣的名 是超乎万名的真理 那你问了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 没有叫自己来拍啊 没有叫 没有真理的啊 我原本也没有想到 我们太太太的那个 那个见证 就忘记了 那个东西 忘记了 那个东西 然后 然后 这个妇女 也来了两三天 两三天 两三 两三个礼拜的聚会 第四个礼拜 她就不来了 奇怪 她不来 我们聚会过 打电话给她 为什么你们整家都没有来啊 没有来参加聚会啊 印度聚会嘛 那我们决定 我们被整个高峰 整个家族的人受压力 说不可以信耶稣 我们一定要回去拜拜 好了 我们也不勉强 把电话换掉 下午吃点多 这个女人 死了 上一次她生命 她领受的生命 她拒绝上一次一次 拒绝上一次一次 拒绝上一次的 如果我们早知道 我们把它拍起来 然后找起来 我们没有想到 会上这么快 她 那个人不信 然后那个人也不信 那我 我也是看过 你的宝告死人护化 死人护化不代表说 我常常过 我们强调说 神迹其实是上帝用的工具而已 我们不要强调工具 我们不要抢掉工具 最主要是让人信耶稣 当然 到最后 就算是死人父王 人不信耶稣 这个神迹也对我讲的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好可过的 但是我要跟你讲 这两个故事 这两个见证 耶稣的命 能够发生无效 我现在啊 每次主持上帝的时候 我都偷偷地走 我进去 那棺材里面 很小声的 耶稣的命 活过来 但是到今天还没有 我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我相信一天 他们会用我 因为我看到 牧师这样做 我领受了这个 这个东西 我也看到他 和他 可能一天我要写好 封耶稣的灵 创墙壁 但是我还有这个感动 我没有这样做 可能一天 看到牧师这样做 你不要吓到 因为我有感动这样做 我在 师父我没有做过 我坦白说 我没有为师父我这样做过 但是在中国宣教 我很多很多次 让圣灵感动很强的 很强的 有一次 我为一个下人 祷告 然后我要按手 为他祷告 圣灵会讲 不要祷告 不要祷告 那要做什么 他说你吐口水 这样 这样 我要真的做 我去摸在他的眼睛 已经打开了 我跟圣灵同龙到一个程度 我已经不再怀疑圣灵的孩子 他呢 我没有在冰城做 我没有在玛丑 因为我还是要冰城 不用这 因为人的治安 我们生病啊 贪生啊 生病啊 找医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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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少看到神奇 有一次啊 有一个中肺癌的 cancer 他正式是肺癌 然后我就要为他 那个肺的祷告 我按手在那个肺的祷告 然后圣灵他说 你不要为他祷告 这个不是病 这个是莫非的痛快 后来我就说 好我就 那你要这样做 你向他肺 垂上下 如果你没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你不确认 不确认上帝的带领的感动 你应该会很危险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圣灵的感动 我完全信任圣灵的带领 我就是在他的这个肺肺部 垂上下 我说我先说明他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但是不是我要做 是圣灵要做的 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做 然后垂上去 垂上下下去 没有事情麻烂 我也怕他有事情麻烂 他说 不是好 是可能倒掉死掉 然后我就说 好了 你回去 你去找你的医生 再找一次S1 看你的肺部的情况 回我 我在这里 我在那 我每次去中国都一个月 所以我未跑 跟他 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他去回去找医生 Jack那个S1 那医生说 为什么 这么奇怪 你明明有肺癌的人 为什么你的肺部 好想 心得要完全 有点 事情 拍摄成功了 我今天要跟你讲这些东西 不是说 要跟你讲话 不是说 特别 我不是 我是很普通的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牧师 但是我愿意来上去来动工 今天我又回到这个东西给你 上帝把这个权并给你 上帝把这个钥匙给你 你有权去打开 你有权去捆满 你不要做一个孤独的人 你有这个能力 奉耶稣的人 如果你有能力 有这个钥匙 你卸在家 你看Castro 你在家里 闲座 然后你看到能力的床 然后你会看到能力的 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你要 你说 不是我想学 我想知道 怎样做 好啦 你自己二心事 跟牧师一起同工 来这里 看我帮助 我能够帮助别人 看我如果为了你祷告 看我如果 帮别人复党 我帮你 跟我一起同工 让我一起去 从县证 体验上你的能力 当你愿意走出去 为上去做工 哪个钥匙 上吃给你的钥匙 你会看到 当地位使用你 不是你脑袄有多久 不是你独圣经有多久 不是你有多虔诚 而是 你是一个愿意的事情 当地要使用你 让我们站起来 祝你 好